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台湾地区的军队 那不是一个正式的说法 他这个军队名字叫什么 到底新华社是怎么叫的 我也搞不清楚 像这回一件事 他自己的正式名字叫什么 他们叫国军 我们一般就是报道台湾军方 台湾军方 你就相信我们总是对的 就行了 好 不是错的 你这样的简单把握就这样把握 所以他们就越来越不行了 我一直就不明白 台湾的这个有识之士 他们对于台军呢 到底是个什么看法 因为有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讲起自己的这个军队来 有点也有点像讲笑话 你知道吗 就是 其实是最近十几二十年变得那么糟 我觉得台湾的军队在 七八十年代 六十年到八年代没那么差 就明显的就是过去十几年军纪涣散 然后很多的训练都松了 我太我太清楚了 因为我小时候在台湾念书 那个时候呢 你比如说每个人要扶兵役嘛 男孩子 你又没有扶兵役 我没有 然后我又回香港了嘛 你我继续留下去叫扶兵役 那你扶兵役呢 当时是也挺辛苦 时间也挺长 但你看这几年呢 他时间压短了 然后呢 越来越松弛 越来越轻松 所以他是整体上就松懈了 已经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对 你我现在感觉这个台军呢 好像都是这些那些谁呀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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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明星叫什么名来着 跟那个房主名一块 那个那个小明星 柯什么 柯建东 柯建议 柯建议是武侠小说 柯建东 像来奇怪 柯建东 柯建东 对 就是小时代里边那个 对 我就觉得他该去加入什么 这位扶兵役去 就感觉是那种 因为什么呢 近来看见 近年来经常看见 台湾军方的一些消息 往往都跟娱乐新闻扯上点瓜葛 你知道就是最近 有一个重大的泄密事件 这个有一个艺人叫李倩荣 我也没听说过 但是据说他嫁了个富翁 对吧 嫁个富翁 跟着一些扩胎 这让咱们就觉得 这还打仗了 好家伙 就是有一个叫老乃城的军官 进牢 什么 这军官叫老乃城 不是老奶奶 听这名 你怎么打仗 老乃城 老乃城 什么上校还是上校 对 老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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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乃城上校呢 领着去帮扩胎 就去玩 去那个直升机的一个基地 阿帕奇直升机 对对对 那是最厉害的直升机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于是这个李倩荣呢 还通过社交媒体自己 排出来 然后呢 据说跟这个跟人美国都有协议的 就是个阿帕奇直升机 你看包括中国还是哪国的这个阿帕奇直升机 我们很少见到它的内部 因为据说内部的仪表盘呢 是很机密的 电影有时候能看得到 但是你看李倩荣 老乃城上校还给他这么玩 然后他自己拍了之后 在微博呀 还是在哪就发出来了 你再看下边 然后这个事情在台北 在台湾引起 就说这个李倩荣 这是看到他鞠躬道歉了 但是一开头 听说他还没想道歉 就是台湾有一个词叫白木 是不是 白木 就是什么意思 白痴 就台湾人现在就说他白痴 你再看下边 好 这个就处理了 老乃城 你看这个中国时报的标题 军方的人 老乃城滚蛋 指挥官旅长下台 据说牵涉到20名军界的高官 20名军官被查办 然后你看举行新闻发布会 我主要是这个台军的口号 跟咱们不一样 咱们是 你看他是什么 军纪必须重新做起 保密不能指中行事 相通 相通 两样文化相通 你看记者会 台湾陆军的这个高官 全在这鞠躬 认错 然后 我觉得台湾军队真的很有意思 因为你想想看 本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看到 当年台湾的军队 或者台湾的国防观念 基本上是以 把自己跟谁比较呢 跟南韩 还有以色列 因为这几个地方有点相似的地方 就是说 他首先他都面对着一个 强敌 强敌嘛 就比如说台湾当时的国共闹的那样子 当然对啊 就是强敌 然后以色列被包围 南韩对着北韩 那他们三个地方都实行 就是青年男子 全部都要服兵役 然后又戒严 然后呢 常常强调某种全民皆兵的观念 像这个台湾那时候是后备军人 就你退役之后 我常看到他们常回去训练 那以色列不用说了 那以色列街上逛 看着市民 拖着枪走来走去 就就说他们都给人一种 就几乎要做到全民皆兵 要是地方小 人数少 但是要很骁勇散战 军纪很严格 就是军事训练 是正常的教育的一部分 就好像你完成的中学小学 小学中学大学中间 一定要有军队 一定要有 这样男人就成人了 没错 这个世界上非常有趣的 除了你刚才讲这个 有三个实战需要 还有一个国家 你想不到的 瑞士 瑞士 瑞士所有的男的 都要经过严格的军训 而且都有都会打枪 而且很准 和平国家 军队最厉害 我告诉你是为什么 这个我去瑞士博物馆 我照了很多照相 瑞士人打仗 在古代天下第一 这是个战士 瑞士是个战士民族 瑞士在古代的时候 是干什么的 雇佣兵 所以瑞士 你看那个瑞士博物馆 全身武器 武器 盔甲 军刀 就是瑞士是以武力 立足的 咱不能说国 那时候闹不太精 是什么国 就是战士 就是各国打不过 就找瑞士的雇佣兵 瑞士雇佣兵 打遍天下 但是我就看 为什么他最后 采取了中立 我在博物馆看到一句话 还有意思 就是说 也许最善战的民族 他最早懂得 严守中立的必要 其实当时有几个理由 第一他也输过 输给拿破仑 然后 但输给拿破仑 他已经守中立 守中立有几个理由 有一个理由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瑞士都当雇佣兵 他人民百姓出去 帮别的国打架 好 问题来了 当有两个国家 都雇了你瑞士人 来当雇佣兵 两国打仗 战场上打的 就是瑞士人 跟瑞士人 他变成这样 真是 太悲惨了 所以他觉得 没办法这么搞下去 但你看 他那种全民皆兵 达到什么程度 瑞士 我特别记忆 深圳那时候 希特勒 很想侵占瑞士 他很少欧洲了 希特勒 结果呢 他让他陆军援 算好像 屯特斯德 算一下 入侵瑞士 怎么个搞法 刚刚要动员的时候 瑞士全国动员 40万人 动员起来 瑞士人也不多 比不上德军 但瑞士准备好 到今天你去瑞士旅行 你仔细看 他所有的公路 悬崖中的桥梁 下面都有炸药 现在还有 常常更新 干嘛 人家一入侵 首先炸桥 把整个国家 全部炸成一个一个 孤立的小三股 你进来 任何坦克部队 都没办法顺畅过 而你进来 永远都是尽量 是单兵 步兵进来 你一进来 因为他的武器 他的士兵武器 过去是放家里的 他那个机关枪 中央放家里的 青年男子 很多人家里都有枪 都有枪 然后到时候 他就拿出来 他就比谁的射数好 他的射数厉害 他用这个跟你德军干 结果德军算了一笔账 要入侵瑞士呢 德军要死40万人 那算了一下 算了 搞不过 所以你说 你别看他这个中立 你这个瑞士人要打起来 跟这个台军怎么比 我觉得台湾很怪 你们说当年是老哥南韩比 南韩到今天不是 也很多娱乐明星参军 你记不记得什么Ring 那些 这福兵业都是娱乐新闻花边 但你看南韩还是规规矩矩 很严肃 就韩国他整个军方 还是打得很稳 真不像台湾 古代的历史是讲的明白 但是你说多少年来 这已经好多代了 瑞士是个和平国家 对不对 生产手表 生产小刀 大刀不生产 就生产小刀 巧克力 就以这些东西立国了 可是居然这种国民精神 可以这样保留下来 强悍 我给你说 就是强悍 这个我们去这个加拿大 就是当地的华人就有这个印象 就说加拿大人 这个跟这个咱们的华人 有什么不同啊 就是他们强悍 就是 不管是跟大自然 还是在这个 玩运动这方面 你都感觉 他这个民族不是强悍 但是你看啊 这个咱不说中华民族吧 中华民族呢 很容易萎靡 从历史上讲 从历史上讲 我们得不断提醒 你知道吧 哎 精神起来 他才能精神起来 要不然过不了几天 经济整顿 从新开始 萎靡了 就像他在那个里 就那样了 你比如说 抽鸦片 这事 对吧 当年也不是只有中国人 能抽到鸦片 对不对 全世界都能 哪都能抽到鸦片呢 对吧 但是你看 咱中国人一抽起来 那就没够 最后就是一个民族 可以抽鸦片 所以我的意思 最近他们找出 徐才厚的一句话 说只有连结的军队 才能打胜仗 他们说八年以后 才知道这句话的幽默 在哪里 你知道 不光现在 我就说 解放军报 你知道在讲什么问题 其实也是讲军队的政结 他从哪开始讲起 就是咱们现在的 文艺兵 就是解放军 搞的很多文艺节目 这个解放军报就批评 就是过去 搞的很多文艺节目 词化严重 词 词化 词性的词 词熊的词 词 词化 你难道要文艺兵都熊化吗 不是 你搞的 就比如说 感觉这个士兵 我们要培养虎狼之气 但是过去 我们多看狼图 弄的一些节目 就 你知道吗 就是奶油枪 甚至是娘娘枪 就说这样的文艺节目 怎么能够鼓舞官兵的士气 我们怎么能成为虎狼之士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注意到这个问题 他注意到这个问题 你知道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教训的 就是咱们当然民族 我认为汉民族 并不是个纯正的血统 但是相对来说 这个男人 比如说 咱知道那个晋朝 当年这个什么匪水之战 什么北方民族打过来 你知道就最后 萎靡到一个什么 晋朝的这个贵族 已经走不了路了 出行啊 穿着宽袍大袖 然后涂纸磨粉 他我觉得已经是残疾人了 他出来得架着 抱着两个 他搂着 说不就是同志多呢 就搂着出群志多 他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说为什么被人兵临城下 就是他就很 就有一种萎靡的东西 很容易萎靡 要照我说 我觉得台湾军方 当然我不了解啊 但是多年不打仗 包括很多科建东这样的 都不了意 对吧 有没有这么一种 你认为他这个士气 有没有萎靡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 不只是士气 士气是一定是萎靡 我觉得台湾 但我真 当然我操这个心 干什么的 他们要去广告 强强在意的行 广告人家 真爱台湾 我们还是应该希望 台军萎靡的 对对 我不知道国民党军队 有没有文工团的 有 没有 没有 他有闹军 他有一些军人像 邓丽军上面 南韩也有一些军人 会进去 作为一些特别的文艺小组 但他没有一种 大规模 与军队的一种文艺团 他会有一种 比如说有些军人 比如说韩国那种 以色列也有 就是有些军人 你入伍前 你就是明星 那你进去 主要任务 可能也是来鼓舞大家士气 你李敖做那个研究 他们反倒有军中乐园 对 军纪 是有 过去 但是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 不像我们这这么大规模 我们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文工团的编制 是一种共产党编制 就苏联有 美韩有 过去共产主义国家都有 因为它代表的是党指挥枪的一个工具 我觉得这是跟着咱们政维指导员 这套系统来的 因为你听嘛 空政 海政 就是空军政治部文工团 对 它是属于这个军队里面的政治部 它是个意识形态的东西 对 所以它当然不应该是迷迷之音了 对 对 它就是负责鼓舞士气的 而且从延安开始打江山 这个管理文艺 就是用战争形式的需要来管理文艺 所以那时候赵树梨啊 快板书啊 所以用文工团 但文工团到后来变得很厉害 在文革期间 文工团变成非常发达 非常繁荣的一支 就是很多人 美女都愿意去 当然 但其实这个就会变了 这就有点变了 不过你话说回来 我们讲这个台湾这个告密这些事啊 他我搞不清楚他那些照片是怎么拍上去的 就是几个阔太太 跟旅游似的去玩 自己拍 自己拍自己上网 就自己觉得没问题了 对 没问题啊 所以就是 哎呀 他这个女 但这个女艺人 他懂什么呀 他 不是 可是我觉得现在问题就在这 我现在有时候越来越担心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给人拍了个什么东西 今天好像大家已经到了一个很松懈的程度 其实不只是军纪松懈 你还看到另一个问题 就假如你有点基础的意识的话 那些台湾阔太太 你现在参观军营 你连阿帕奇直升机都坐上去 这种照片你怎么能发 你怎么能发 这里边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这基本的法律跟道德意思 第一 你去看 不代表你能拍 对 第二 你拍了 不代表你能拿到公众的地方去 这你自己都 就很危险啊 这东西 但是你看 我军也注意这个了 我看到这个军报讲啊 军嫂聊家常 小心泄密 这也是讲 从上个月开始 解放军第20集团军 某旅官兵家属 每次打开手机微信 都会收到一条提醒信息 保密无小事 军嫂也有责 这就是说可能一下 我老公调动了 我老公 这些 对 这都不能讲 因为 因为我觉得现在问题在哪 我们整个现在互联网多了之后 用多了之后 手机用多了之后 拍东西用多了 什么都传出 我觉得整个人的私隐观念就全变了 对 你比如说像 空前没有的大挑战 真的是 你比如说从前 我们私下说个什么话 我们会觉得就是私下说的 对 但现在呢 你动不动 比如说我有时候看到我们圈子里 学术界 文化界 朋友有时候翻脸也是因为这个 比如说某某某知名学者 他发了一个微信微博 就说 他跟另一个知名学者 在饭局里面说话 那个知名学者说了什么话 我觉得很有道理 写出来 但这个话也许很刺激 他转 他觉得是好意 他话说的好 我把它传出去 但人家被他传那个人 也许很不高兴 就翻脸 因为这我饭局上说的话 你怎么能够这么拿出去呢 常常这样的情况 现在你吃饭 一桌做了十几个人 其中有几个可能你不太熟悉的 是朋友的朋友 然后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就在拍照 对着你 对着旁边 我们三个坐在这里 他在那里拍照 太讨厌了 你去说你别拍照 又不大好意思 人家说起来看得起你 但是你不知道 他那个照片拍了以后 他以后 往哪发呢 拍什么用处 什么情况 我不想人家知道 我跟豆温涛吃饭行不行的 对 对不对 我今天晚上 我本来应该在看戏 我说我 我在看戏 我不跟豆温涛吃饭 那人 他就给你发到网上去了 你怎么办 甚至于 他偷偷的拍 你知道吗 就一个饭桌 你就现在 所以交友要谨慎 我觉得就是 你都不能乱七八糟 什么朋友都交 有些朋友没溜的 你知道吗 他 你说起来 他 可能他知道你不让拍 一桌吃饭 他把手机放在这 摄像头就露着这么一点 那你不就是公然在偷拍吗 我觉得这个不是交友的问题 这个还是 我是有个法律崇拜证了 我觉得这些东西 还是要有一定的法律制度 不是 我跟你说 徐老师 情况出现了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我的观点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法律 道德 和这个人际交往规则 跟不上 跟不上 这个科技的变化 比如说汽车社会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大家的共识 该怎么聊 该车与车之间 要保持多少距离 可是这玩意出来之后 以前没遇到过 人与人之间的 很多交往规则 出现了变化 我老是讲一个问题 就包括狗仔队的这种规则 对 比如说 他前所未有的 在程度上 跃进了 比方说 过去狗仔队的逻辑 现在狗仔队都上了 大学教堂了 对吧 他们觉得 就是说 我只要在公共场所 你们在公共场所 我拍 我都是合情合理合法 你说不着我 OK 但是现在问题 出现了一个中间地带 比方说 他在公共场所 你们家没拉窗帘 我透过你们家 拍你们家 好 这个怎么算 比如说 按照这个理论解释 就是说 只要你没拉窗帘 你们家客厅也算公共场所 对不对 否则他才有理 同样 比如说 那天我就说 我老拿那个举例子 比如说 现在是移动客户端 好 王菲拿这个移动客户端 给谢霆锋发微信 或者发信息 那么旁边的这个娱乐记者 直接把镜头 推到了 当时是在机场 是公共场所 但是你的镜头 推到了他的私人小屏幕上 那么这个算不算 也没问题 你公共场所 就发信息 我拍到了 就是拍到了 怎么着 而且还有个问题 就很多年前 我就在 我在另一个演讲 就说 那时候 大家还没注意 我觉得 就我们整代人的 所有的私隐观念 全部都会被颠覆 全都变了 就过去真的是 一千年来 人类建立起来的 各种的想法 现在都被颠覆 伦理规则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你刚刚讲 这时候偷拍人家 但现在还有一个情况 也很危险 就我们自己 暴露自己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现在生小孩的人 我们用脸书也好 用微信也好 都喜欢怎么样 这些小孩 一个月大了 拍照 上网 两个月大了 上网 天天留言 你想想看 你这个小孩 到了他二十来岁的时候 就他所有同学 都能够在 他的脸书账户 他的家人的账户上面 看到他小时候的小鸡鸡 看到什么 而且还可以研究一下 还可以研究一下 推测一下 现在的掌势 然后你将来从政 你说怎么从政 比如说像奥巴马 不是被人揭露过 跟柯林顿也是 年轻的时候 在大学出过大麻 那你现在 你这辈子 一个人想当总统 你从两个月开始 你就不要犯错误 否则你所有事 都在网上 最近 德诺贝尔奖的莫言 他小时候 只拍过一张照 八岁的时候 最近这张照 就被人翻出来了 翻出来说 这张照片还挺胖的 因为莫言一直说 饥饿是他所有 创作的一个动力 他们说还挺胖的 衣服穿的还挺好 他就拍过这么一张照 他还写了文章 人家就拿出来了 你刚才讲 这个问题 真是太复杂了 其实我们现在 是面临着双重的颠覆 一个颠覆是 我们讲的 私隐空间 是以书信 是以书信日记为标志的 其实这个东西 在我们小的时候 已经被颠覆掉的 我小的时候 当我第一次听到 有人说 你妈妈不能看 你写的日记 对我是 这是正容发挥的 一个概念 是吗 你原来都主动 交上去看 对 因为我们写日记 都学雷风日记吗 先切下广告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 一代人的时间里 经历了双重颠覆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已经被扫荡到 没有任何私隐 写日记 学雷风日记 什么都要出来 好不容易建立了 一个私隐观 就是说 我的日记 我妈妈不能看 书信 别人 你东文涛写给我的信 我家里的人不能猜 刚刚建立这个东西 现在又碰到了 科技的挑战 所以 这个科技的挑战 挑战的这个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建立的 这一种私隐观 可是在我们 中国的情况下 是双重的 所以目前科技的挑战 打破你的私隐 又以革命的名义 有很多事情 你光明正大 你为什么怕给人家看 你有什么东西 见不得人 对 你明白吗 是没有前后里外的分别 你到现在 有些是政治动争 用感情的道理 比方说 你贪官吧 我动员你的太太来 揭发你 对不对 那你揭发了以后 你看你反腐 我把他抽出来 但现在倒过来了 这种斗争的气氛形成了以后 有很多人现在是 感情问题 用政治手段了 对 我跟你男女朋友 我们交往了若干年 现在要分手了 不分手 这么容易啊 你什么时候 什么说过什么话 你什么时候 做过什么事情 我这个全部都有记录的 所以 我我我我 我拿去告你 你 所以就说 说现在情妇 是反腐的一支 主要力量 是 这个话我觉得中纪委是不同意的 但是是在网上存在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后果极坏 这个东西传出去啊 就是这个你这个人跟人之间的 你说你跟男女关系最单纯的一个事情 首先我们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老说我们信任的资源很细缺 人跟人之间信任关系不足 对货品信任不足 对商食品没什么信任 对人信任也没有 现在如果继续放任这种风气啊 我们就会达到更弱化的地步 其实你想想看 有个事情很有趣 在历史上 呃 几乎没有任何文化 任何社会 是推崇过告密这种事情 就告密从来不能算是一种美德 告密在某种特殊的社会政治条件下 被倡导 那是政治需要 但是在社会上面人类的道德标准上 你们说你讲告密 你联想到是背叛 是背叛 那么背叛在任何社会都不是好的事 只有在某些特定 比如说像当年纳粹的时期 斯达林时期的苏联 告密会被短暂的鼓吹为一种美德 但是那是一个很填腹的 文革也是 我跟你讲 1958年至少有30万敢于批评的中国人 被告密者检举揭发 在严苦打击中死去活来 1967年89两月的北京 就有1772人被造反学生打死 其中绝大部分是教师 教师是最先面对告密者的群体 因为你想想看 告密这个东西 为什么不能是美德 我们大部分人类信任的美德 比如说要忠诚 要对朋友忠诚 对家人忠诚 或者说不能杀人 它是有利于社会的威胁发展 告密是摧毁的 人与人之间 雪花纯深 雪花纯深